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今天率領各部會的官員前往花蓮和縣府召開0403贈災重建的專案會議 除了親自送上先前政院核定的285億重建補助方案 也在和縣府局處首長來討論執行細節 直播現場卻有觀光業者集結成型 要求振興方案早點上路實施 0403地震正後一個月災後重建工作不停歇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週六親自前往花蓮 與縣府對接 溝通重建計畫 這些方案總經費是285億5000萬元 迅速的完成復原 那也希望能夠振興花蓮的產業 帶來行政院核定的285億重建方案 不只毀損的公共設施要復原 災民安置 黃丹建築修繕也都沒少 花蓮縣長徐正衛率以縣府同仁 直接與中央反映訴求 而同樣到場力爭更多補助的 還有這群觀光業者 中央是希望這個經費能夠越多越好 但是我們看到他們的動作非常緩慢 為什麼一個振興案還要看日子 看到七月一號去呢 不滿政府推出的振興華東旅遊方案 得等到七月才能上路 業者集結成情 對於振興方案包含台東也在提出疑慮 台東沒有任何的災損 很多旅客在相同有補助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往台東跑過 去往台東來做旅遊 拿出圖卡說明細節 鄭文燦強調補助絕對沒少 就盼中央地方攜手合作 讓華蓮民眾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解華蓮最後報道